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自台机电2020年宣布,将在美国兴建5奈米晶圆厂后,建厂进度一直是市场讨论焦点,更频频传出不顺利的消息。 公司原本预定2024年初投产,但因面临熟练安装设备的专业人员不足,当地工会抗议,海外安全规范差异等众多挑战,装机市场出现延宕,投产时间推迟到2025年,业界消息指出,最快会在2025年第三季量产。 台积电美国亚利桑纳州晶圆厂虽然进度延后,据业内传闻显示,4奈米量产时间推迟到了2025年,但是在此之前,台积电将先建置mini-line小量失产线,预计2024年第一季完成。 4奈米制成的初期的月产能规划也已经提升到了3万片。 据介绍,台积电美国晶圆厂4奈米产能规划提高到了3万片月,目标2025年第三季量产。 二季工程的3奈米晶圆厂预计在2026年量产,合计初期月产能将达5万片。 根据台积电最初规划,美国厂初期月产能达2万片。 但近期设备业者透露,月产能将提高到3万片水准。 传闻称,该决策主要是依照台积电南科18厂的模式,即5奈米、3奈米部分机台共享5-18A、18B,因此拉高美国4奈米厂初期月产能,之后可顺利与3奈米新厂做衔接。 据了解,在顺利量产之前,台积电将先建置mini-line初期月产能约4000片至5000片。 业界人士指出,台积电美国厂目前仍处于卡关阶段,主要困难点在当地安规、人力等问题。 现进机效率仅有在台湾盖厂的三分之一。 如果照当前速度进行,机台到位置时机量产,恐耗费不少时间。 因此,台积电更改以往的进机策略,先求有产出,同时可避免厂房投产延迟可能引发的违约问题。 尽管台积电美国厂历经波折,但台积电在欧洲举办2023奥普台积电开放创新平台,即Open Innovation Platform活动, 向合作伙伴展示下一代晶圆代工技术,并表示目前晶片设计人员所需的全新的面下2奈米制程工艺的EDA、模拟和验证工具及部分IP都已可供使用,相关生态系统正在形成。 台积电计划在2025下半年量产2奈米工艺的N2节点制程,由于GAA电晶体构架与台积电,目前3奈米FinFET完全不同,因此配套的EDA工具和IP都需要进行针对性更新。 不过,台积电的Web平台能使合作伙伴提前开始开发产品。 台积电设计基础设施管理事业部处长Dan Koch-Patrick表示,针对N2,他们可以提前两年合作,因为NanoSheet是不同的。 EDA工具必须准备就绪,而iV能使他们尽早与合作伙伴合作。 台积电有庞大的工程团队,可与EDA、IP等合作伙伴合作。 目前主要的EDA工具厂商CADENCE和新思科技,以及ANSYS和SIMENS EDA等厂商的许多工具都已经通过了台积电认证,不过IP设计则需要更长时间。 根据台积电公布的信息,非意识性记忆体Non-Volatile Memory、接口IP、ChipLED相关IP等模块尚未出现,这成为部分晶片设计的瓶颈,但台积电的合作伙伴都正在积极开发。 目前,用于设计2奈米晶片的工具和生态系统正在形成,但还没有全部到位。 CocoPetcherin还指出,开发采用NinoSheet电晶体的IP并不难,但确实需要更多、更长的周期时间,部分IP供应商也仍需要接受培训。 当接受培训后,设计上就会变得容易,这就是台积电之所以很早就开始的原因。 目前,许多晶片的主要建构模块都已支持N2制程,但在台积电2奈米量产前,许多公司仍有许多事情要做。 至于设计、IP和开发工具的大公司已在开发2奈米晶片,到2025年量产时,他们的产品应该已经准备就绪。 随着台积电及合作伙伴的2奈米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其他晶片设计公司也可以准备设计规划。 与此同时,台湾龙潭科学园区第三期扩大土地征收计划引发地方居民抗争反对。 而这一专案正是台积电2奈米及以下晶圆厂的规划所在地。 当地民众因土地征收问题,冒于表达反对。 据当地反对人士组成的组织指出,因扩建案引发社会争议,台积电决定放弃设厂计划。 竹客管理局表示,有多家半导体厂希望能在龙潭园区周边发展。 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10月中旬回应仍强调, 扩建案并非为单一厂商开发,将持续与地方沟通滚动调整扩建范围,兼顾产业发展与民众权益。 对于当地反对民众发文内容,台积电并未正面回应。 对于龙科扩建计划引发的争议,台积电先前表示,台积电是科学园区土地的企业租户,园区规划为当地行政部门权责,尊重居民及主管机构,无法进一步评论。 竹科管理局表示,龙坛科学园区扩建目的是为引领台湾的产业聚落升级,并非为单一厂商征地,希望及科学园区设置,提供优质产业环境, 让厂商安心投资,引进高级技术产业及科学技术人才,提升区域创新整合能量,以激励产业技术的研究创新。 据了解,当地行政机构去年核定龙坛科学园区第三期扩大征收土地征收计划和征收158.59公顷土地,其中88%为私人土地,引起居民不满组成抗争,约150户居民将受影响。 不过,先前龙科南侧住宅小区被剔除,因此目前剩约80户,持续抗争。 该园区计划供2奈米及以下技术的研发与量产进驻,估计将提供约5900个就业机会,创造平均年产值约新台币6000亿至6500亿元。 竹客管理局指出,新竹园区及龙坛园区土地均已满租,考量北台湾高科技人才密集, 产业聚落成熟及交通便利,且水电供应等配套措施均能因应。 雇园区仍有多家半导体产业,希望能持续在龙坛园区周边发展。 对此为一应产业发展及规划布局未来用地需求,竹客管理局筹划龙坛园区扩建案,持续推动精致多元、优生活与节能永续的科学园区,扮演领头羊以带动台湾产业升级转型。 不过,针对地方有不同声音,竹客管理局将重新调整扩建范围,兼顾产业发展与民众权益,达到双赢局面,将在重新评估计划用地需求,并积极听取急诊和民众意见,评估调整扩建计划范围,并尽最大努力兼顾民众权益。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谢谢。 感谢观看